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爷 再想智儿他们吧 也不知道智儿和姚二 是否一切顺利 能否像咱们这样仰望星空 还有温天 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啊 二爷不必担心 他们由秦家亲祖保佑 定会逢凶化吉 可恨我们虽已骑兵 但诸多阻挠 秦家儿老们 遥无阴性哪 二爷 二爷 这没有消息也许就是最好的消息了吧 像当初属下带领龙香卫护送囚犯到天庸城 若不是潮中有人故意走了丰盛 那些歹人 怎么会如此清楚我们当时的行军路线 我秦家 我秦家 十多有一天 会搬回来这一局的 温天 姐姐 雅儿 你们为何犯险来此 如果被抓住后果不堪设想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对了 智哥呢 智儿本应同我前来 但萧吕太子说宫里人多眼杂 所以就把他留在客栈了 你们先聊吧 我出去把风 姐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怎么就成了萧绿的女眷 温天 这件事情你不用多问 你就好好在九华门修炼 也好避避风头 我怎么能不问 姐姐你放心 温天就算牺牲性命 也要把你救出去 那萧绿对我极好 派人护我安全 他还说会帮我救出爹和爷爷 我已允诺 若真救出爹和爷爷 我便远嫁雪云国 姐姐你何须如此犯傻 二叔跟三叔 在西北虽说暂时安全 你不认识 但也是自身难保 但凭你我二人之力 怕是难以回天 唯有依靠萧绿 义国 基于雪云国的势力 会给雪云国这个面子的 都怪我无能 不但救不出义父和爷爷 还要让姐姐你做牺牲 你不要自责 好 萧绿待我甚好 嫁到雪云国 也算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你也知道了 你也知道了 弟和爷爷不日就要问朕 我们没时间了 得赶紧讲出对策 不可以嫁给他 好 问天你先出去吧 我有话跟无为讲 不敢相信 你竟然成了雪云国 太子的女眷 我知道你待我好 但我是罪臣之女 你是义国太子 我们之间 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 不如趁早了断 而且 而且小吕太子对我很好 与我 与秦家 都是好事 你嫁给他 是不是因为我救不了你爷爷 还有你父亲 无为 殿下 这件事情 不劳您费心了 什么殿下 我堂堂一国太子 却帮不了我心爱的人 请殿下不要自责 今要出来已久 怕若怀疑 先行一步 是我负你 是我负你 我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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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王 如何 叶无缺已经确定 摩青城身边的两个随从 就是秦问天和义无为 好 如此 一定要好好安排 来 待明日列朝 将秦问天和义无为 一并掺住 是 娇儿 如今的朝堂若没了太子 你我父子便再无后患 对了 今次 那 骆千秋你可有安排 千秋行事 虽然很辣 但一向稳妥 艾儿认为 这次皇家列场之事 让他去办 再核实不过 你要记住 骆千秋 终究是雪云国的人 今次 你也见过了雪云国太子萧绿 此人野心薄薄 听闻他的兄长萧兰 更是个成父极慎的人 不好对付 虽然现在 骆千秋貌似效忠于我们 但此人 你不得不放 骆尔明白 父王 如果莫卿城 在皇家列场这儿 无妨 此事就效于骆千秋貌 他毕竟不是我们大义国的人 行事更为方便 骆尔明白 叶无缺 你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计划啊 出来散散酒气 随便走走罢了 随便走走 你以为我刚才没有看到 你悄悄地躲到莫卿城的帐篷不远处吗 我关心郡主 这到底有何不可 关心 我看你分明是想打探秦问天的消息吧 既然你已经知道我也不必再隐瞒了 这次摄政王和冠军侯确实有所安排 但是你要是敢透露半点风声 小心吃不了兜着走 你 义无缺 你还真是个卑鄙小人 你利用秦瑶姐把问天引出来 然后想将秦家一网打尽 你 我卑鄙 秦家现在已经被打成叛党 我作为臣子为君分忧是天经地义的事 倒是你 我提醒你很多次了 不要去招惹莫卿城 莫家势力远超过你的想象 可你呢 在宴会上你三番五次的挑衅 来 秋雪 如果你惹火上身 你爹都救不了你 叶无缺啊 你又何必要找这么多借口呢 整个皇城 谁不知道你叶无缺 仰慕卿城郡主 你有什么必要在这装模作样呢 我就喜欢莫卿城 怎么样 可惜啊 可惜啊 他无心于你啊 彼此彼此 你念念不忘的秦家余孽 还不也是对你视而不见呢 你 明日皇家猎场 你若是不想死就紧跟着我 还有 今日的事情你要是敢抖落出去 不光是你 连你爹也逃不掉 都怪我无能 五位 你的心情我理解 我非常了解我姐姐 她做了决定 谁都无法改变 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快救出义父和爷爷 这样她就不用嫁到血云国了 不错 我今天听易天娇说 把你义父和爷爷 关押在黑保监狱之中 明日狩猎之事 就是最好的时机 你们俩都在 清城 你怎么回来了 宴会已经结束了 我刚才跟若兰探听到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我们听说 是我们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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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们的消息 是我们的消息 那我们的消息 是最后一代 时间也发现 它是不消息 能不能输 一切都要以置疑 非常多事 那一点 没有人都在消息 是我们统质 这些消息 没有人 找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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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保佑她平安无事 算了 若还师姐肯定是在为无为担心 我还是不要去打扰她了 凡乐凡乐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怂 不过也好 不过也好 就这样看着她也很幸福 既然你为她担心 那我就陪你一起为她担心吧 问天无为 你俩有没有发现 昨天在宴会上 欧臣和叶无缺他们俩的言行有点奇怪 欧家潘夫叶家 他们有了勾结也不足为奇 而且欧臣一直对我怀恨在心 看来我们要多加访备 那好 就按照昨天我们商量好的 五位 你今天一定要想尽办法接近秦瑶姐 郡主 侯爷让我来请郡主 狩猎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知道了 我随后就到 你先回去吧 郡主 是才我听将士们说 巡逻的时候 发现了几道黑影闪过 我怀疑是刺客 像什么还说看到黑影 跑到郡主的营帐附近了 不知道师妹看见了吗 多谢师兄关心 我没有看到什么刺客 师妹跪为郡主 又是千金之躯 万一刺客闯进了郡主营帐 伤了郡主的毫发 那便是师兄照顾过周了 为了师妹的安全 我想师兄还是检查一下的好 师兄你多虑了 我已经说过了 我这里没有刺客 师兄只不过是 关心猎场的安全 师妹 大胆 郡主的营帐 岂是你说尽就尽的 好 既然欧公子执意要闯 那就请吧 怎么 难道还有本郡主亲自给你打开门吗 好 既然郡主说没有人闯入 那在下就不必进去了 师兄你可想好了 是你自己不进来的 可不是我不让你进来 到时候可不要说我包庇刺客哦 郡主说笑了 既然师兄没有什么事 本郡主就更衣了 还请师兄回避一下 好的 好险啊 差点被发现了 我觉得我们已经被发现了 不管怎么样 大家小心为好 好 侯爷 今日参加狩猎的 都是我大义的顶尖高手 伤了一个 对我大义国都是极大的损失 吴缺觉得 不如让大家用普通病刃 这样的话 也可避免刀剑无眼之过 甚好 这样避免无端的伤亡 诸位可有异议 好 等下的狩猎 诸位将用普通兵刃比试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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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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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没能跟上他们 他们也才刚刚进来 应该走不远 我们分头追吗 不行 我们不能分开 无为用你的幻术人潮一边 我们往前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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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这般 虽然白家当众退婚在先 对秦家落井下石在后 但我们也算自小玩到大 对你 我也不想责备什么 大姐 大姐以后就别叫了 我虽不会怪你 但白家 现在兴容 正得王爷重用 而我秦家 却已被诬陷为谋反之罪 并还是 不要与我走得太近为好 父王 进去了 进去了 小吕居然同意 是秦瑶自己沉不住气 一听说黑宝监狱在猎场尽头 主动要求进去的 可吩咐叶无缺了 吩咐过叶无缺 他半事严谨 不会留下任何把柄 那俩人呢 也跟着墨青城进去了 驾儿 此次机会难得 切不可错过了 父王放心 一切都安排躲当 好 好 真不知道雅儿怎么想的 为什么要进猎场去冒险 姐姐一定是听说了黑宝监狱在森林中 所以才不顾一切要进来的 可是我还是想不通 为什么一天交要让叶无缺 跟在秦瑶的身边呢 秦瑶现在可是雪云国太子清眷的身份 按理说她应该不会动手 难道真的是为了保护她 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去和姐姐会合 然后再去黑宝监狱 好 我们走 不好 越是这样越是要小心 你们俩先走 我断后 不行 这妖兽级别很高 吴伟 你先赶去找秦瑶 我和问天随后就到 好 你们小心点 汪天 你没事吧 小伤 没事 这个皇家叶长应该只有猛兽 没有妖兽才对 肯定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会不会是叶无缺已经发现了我 所以故意要杀我 他应该还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吧 该不会是皇家的人要杀我 如果是皇家的人要索你性命 大可以直接派人杀你 没有必要使用这样的手段 看来这个要杀之人 和他们有千丝万里的关系 一路为 走 你们刚刚在说什么 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 别忘了出发前我对你说的 林中突发情况多 你要与我行动保持一致 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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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阳姐 我来救你 别碍事 秦阳姐 报 报 怎么样了 妖兽禁书放出 秦瑶已经孤立无援 义无为和秦稳天 莫清晨二人分开 相信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命丧列场 秦稳天那边呢 业务却已经埋伏好了 萧绿那边可有什么动静 还很安静 绝不能让他有所察觉 传令下去 让他来见我 是 埃儿恭喜父王 终于可以除掉义务 为这个心腹大患了 父王该恭喜你才是啊 娇儿 用不了多久 你就是一国的太子了 多谢父王 多亏你用阴语换书将阳朗引走 谢谢你 不用客气 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你 你是说 你也是他们的目标 想不到天娇那么绝情 他为什么要杀你 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对自己 有威胁的人 这就是一天娇 可是你此次前来并未暴露身份 而且 他好像也没发觉你在长昂 表面不动声色 实则性怀鬼胎 这才是他的厉害之处 怎么了 我在想 如果一天娇 真如你所说的那般 他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只怕 我们现在还未脱险 现在不是想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要告诉你 什么事情 徐英国太子 马上要娶我妹妹 异国公主 那又如何 既然她已经提出要娶你 怎么能转眼间 就答应和异国联姻 只要她能救出我爹和鱼 她要娶谁 又与我何干 杨儿 你太天真了 她将迎娶的是异国公主 她又怎么会冒险 去救异国的侵犯呢 只要她能做到 我就会信守承诺 她是谁 干什么 叶公子 秦文天现在还不能死 因为他身上 有圣君显好的东西 还未取出来 放心 爹 我比你更想让他死 只是现在还没有到时候 若是让我知道 你敢擅自对秦问天下手 别怪我不客气 我随时会杀了你 让那帮妖兽毁尸灭尽 叶师兄 叶师兄 这猎场怎么会有这么多妖兽呢 叶巫去又跑哪儿去了 不行 我不能这样丢下大姐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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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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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秋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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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是你们 清城 秦家罪大恶极 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秦家余孽 你 叶公子 我跟谁在一起这事 跟你没有关系吧 秦家罪无可赦 现在又要蛊惑郡主 实在是罪该万死 让在下现在就了结了他 你敢 清城 你先走 不行 别忘了我们是来做什么的 好 那你自己小心 叶公子 叶公子 别追了 冠军后叫你赶紧回去 太子 来尝尝我义国的茗茶 此茶四季口味不到 我曾在雪云国饮过此茶 却无这般甘甜 看来 以后很难再品尝到如此甘纯的茶了 这又很难 只要我们两国联姻 不仅可以传为一段佳话 太子也可日日品这名茶 王爷说得是 此事对我两国的邦交 有利而无害 太子既然这么说 那不如就调个凉晨吉日 赶快把太子和公主的婚姻大事 操办起来如何 王爷 小王与公主的婚事 乃你我两国头等大事 怎可如此匆忙 一切还要按照两国的礼节打点好 才不辱公主的身份 还是太子想得周到啊 倒是本王心急了一些 来 品茶 走 只有这个方向没有了 他们拼命想帮我们往这个方向引 说不定义父和爷爷就在那儿 孟天 你还是别去了 那边肯定有埋伏的 你去了只会自投罗王 就算有埋伏 我也一定要救爷爷和义父 请成行在那儿等我了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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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突然想起有件事要与姚儿相商 烦请王爷安排将姚儿带出来 来人呢 在 速速前去猎场 务必将雪云国的贵客带着一次 是 王爷 王爷 属下告退 来 品茶 八姑娘 这是我秦家的事 你还是回去吧 不 我不走 文天 你是担心莫姑娘吗 你大可放心 她是不会有事的 为什么 无论是人还是妖兽 目标都不会是她 文天 文天 谢谢你救了我 之前那种情况 换任何人都会救你的 你也不用放在心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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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